最新艺人指数排名,宋倩第二,银宝跌落前三,你们猜猜谁第一,近段时间关于迪丽热巴杨幂赵丽颖的影视剧,似乎宣传的比较少,或许是在等待机会,或许是还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,但是没有一些更好的消息分享给大家,所以见到他们的次数也少了,活跃度的降低,以及近期正在热播的几部剧的火爆, 迪丽热巴赵丽颖杨幂等纷纷跌出,最近刚刚更新的电视剧艺人新媒体指数榜单,甚至唐燕罗进这俩情侣的排名,都被他们高出几个位次,下面有小编引领大家看看最新艺人的排名,首先是排第三位黄景瑜能有这样的结果,是因为最近正在热播的《劫爱千岁大人》的初恋,有着莫大的关系, 黄景瑜饰演的贺兰静婷,神秘但是痴情,几世以来一直在寻觅自己的那个伴侣,按照陈正道的说法,他想拍摄一部不一样的爱情玄幻,很显然他的目标达到了,该剧目前在豆瓣的评分7.5,竟然比之前又高了0.1, 在电视剧开始之前,有不少人猜测,这两个人是撑不起,这不听着就很马力苏的电视剧的,但是没想到,而贺兰静婷也被封为平实力单身,其次第二名就是宋倩,这一结果是不是有点意外? 在这之前,宋倩的电视剧《简阵奇缘》、《美丽的秘密》等多部剧被批表情浮夸,动作僵硬,因此评分自然也,就低得不像话,但跟黄景瑜搭档的这部《劫爱千岁大人》的初恋,竟然神情自若,可圈可点,实在是让人称赞, 尤其当关皮皮跟男友陶嘉琳之间出现了一个她的好闺蜜的时候,网友纷纷为关皮皮叫区,而跟黄景瑜之间的互动也让不少人感到好甜,而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张翰,没有猜到吧,相信大家也大概猜到了,是因为近期张翰是在电视剧《温暖的闲》,或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他的一举一动都很让人关注, 就连前几日善了跟随自己的十多年的花裤衩也被人猜测,是不是在宣誓着什么,张翰在前几日的人微博里说,从小学到现在,每晚都会听着随身听睡觉,因为喜欢音乐,还有幸当了演员,又有机会唱歌,是幸福满意的,所以会将最美好的一切,永远定格在影像与美妙的音符之中,这首如果没有你, 便是自己太多情绪的一种表达,也是自己第一次为温暖的弦翻唱这首歌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张翰的《如果没有你》,而除了迪丽热巴杨幂等没有进入前三之外,还有不少地方跟大家的想象有着不少差距,大家对以上的对艺人指数排名单有什么看法吗?对第一有什么质疑吗? 谢谢大家